很多人都在留言 那么今儿呢来这个Costco 这是以美国连锁的这么一个大型的超市 这个不分什么华人的 来看一下的 来说一说网上很多留言嘛 就说什么流感和感冒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病毒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是有区别的 这谁都知道 这不用来普及知道吗 但是它就是流感的话 它是可以治愈的 然后说到这个疫苗这个问题 美国打这疫苗是大部分是免费的 政府指定的地方你可以去打去 那么有很多人说了 你美国现在很多人 你不以为常这还没到时候 有什么这报道那报道 拜托一下大家看问题客观一点 要仔细解读 不要动一动手指就发一些评论 你动一动手指可以去查一查的 没有你们说的那样 有些是捕风捉影的东西 还有一些是恶意夸大的 我不知道有很多的自媒体也好 或者一些网上的大V 你们带什么节奏在这 是吧 我们姑且不去评价一下什么 某某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 哪都有问题 知道吗 那你就看看普通的 某国民众吧 这一对流感 今天我又问了一下 我说我之前感冒过 我这不是感冒 也是流感啊 那正常的吃药最后就正常好了呀 这有什么呢 是不是 非得这种阴谋论和一种非常龌龊的阴暗的心理 是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常数也有自己的问题 很正常嘛 都瞎带什么节奏啊 真的都不愿意上来怼这些东西 很多那些所谓的键盘侠啊什么的 有意义吗 就是有些人啊 你不管说什么 他总能有一套丰富的经验和理由 来反驳你 什么我要看流感 你带我看什么超市 我带你上哪看流感去 带你去实验室啊 还是什么呀 这不可笑吗 这些逻辑 是吧 超市是生活最激动的地方 还有不要拿中国思维来 去评判其他的一些国家 啊